现在的小哥哥小姐姐罪,怕的应该是家里安排的相亲了,不去得罪家长,去了有可能又是一番大聊,很多的人在和同性聊天时滔滔不绝,聊天话题永远不会断,唯独和女孩子单独相处,就会变成一个安静的美男子。 第一次和女生约会,不知道如何找话题,偶尔有几句简单地对话,约会就这样不欢而散,我们应该怎么聊才能避免大聊。 一、不能一直聊自己简单介绍完自己,有些人为了避免冷场,就不停讲自己的工作、生活、经历,讲起来就停不下来还很兴奋。 你可能是想让女生多了解一下你,一般女生对于这些都都是比较烦,喜欢带有神秘感的男生,千万不要一股脑地说。 二、聊一些开放式的话题题,一些开放的话题会让你们能有更多的话题,这期间一定是女生多讲,自己千万不要夸夸其谈,这期间可以适当地夸夸女生。 注意,最好不要说一些答案是,耶斯或诺,问题。 三、聊兴趣爱好第一次约会,女生可能不是多很想知道你的兴趣爱好,但自己一定要了解女生的兴趣爱好,说不定在以后还会制造出偶遇,增加好感度。 五、旅游现在都喜欢玩,旅游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,况且每个人都还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梦。 这个附加话题还是比较多的,如果你在第一次见面就能释放自己的安全感,那就表现出来吧,这样也会让聊天变得舒服愉悦。 如果你是一个性格很开朗的,第一次约会不要表现得太逗逼了,这样可能会出现没有下一次的可能。 如果你是一个腼腆内向能的人,那就试着改变,不能什么都要女生主动吧。 切记,第一次约会不要把自己的所有信息都说给对方,对方也不一定愿意听,也不要急着把对方的所有信息都了解,彼此留有神秘才会出现第二次。